白露露一心主打一个反差感 不开口是一个样子 开口后又是一个样子 导演让白露言死人 白露那小嘴巴拉巴拉做得比不上 而旁边的西哥刚调整好情绪 看到这么可爱的露露谁能忍得住 随时露一心只想说 有你真是我的福气 我一心只一身也 距离原神以我的全部交往 情愿生生生生你我 是生天水 大吉利 我可以一起来吗 有钱 看得到我吗 你要他们上前了 上前上 啊 能我站起来吗 哎呦我的老佑 原来白露私下这么长啊 就连熬夜到两点 第二天一大早继续工作 都打消不了他的热情 在和他工作人员的对话中 看得出工作人员起初是心疼他的 败就败在他这张嘴 当罗云西和白露拍吻戏 本来画面都善而不已 这俩人还都要再说一些虎狼之词 要怪就怪他俩太熟了 什么话都说得出口 是人是假 我们根本分不清 就让我们CP粉一直沉浸在他们塑造的梦里吧 都知道白露罗云西是二大选手 但他俩熟的真的有点太熟了 坐在一起 丝毫没有安全距离 全程都可以胳膊碰着胳膊 看剧的同时 还原剧情我理解哈 嗯 怎么还上手了呢 还有每次白露罗云西调威亚 老罗都特别照顾白露 一出满屏的男友脸 装衣服啊 看不看不看 好来 全程都OK了 来 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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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一二三 哎哟哟哟 小龙 你不觉得那么好 相信很多男孩子小时候 都很爱玩打水漂吧 当然也有女孩子喜欢玩 比如说咱的露露子 有时候我真的分不清 如此豪迈的女孩 还是那个穿着礼服走红弹的人吗 反而罗云西一圈异常的高贵和优雅 可能是戏服太重了施展不开吧 一二 哎呀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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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不过有一说一哈 白洛罗云西哭戏的感染力是真的很强 虽然巨简的稀巴烂 但还好有两位主演的演技撑着 一个难过 另一个即使在戏外也会跟着浏览 你俩别太出我啊 谁能不能进去 黑夜过后五世三点之间 天道在上 我愿意伸去 你愿生 以我的神父相关 以我 无父相陷 你愿生生死死 以我 无父相陷 自从白鹿喊自己白鹿 我就不停的发现 白鹿是真的不止一次白鹿 钻艺节目拼倒 力他输 连距离三十多集 好不容易给谭太静打上的灭魂钉 最后都被轻松捏碎 露露像极了在眼我们打工人 现在是状态 而是一脸的最伤心 你想想 你之前花了将近十几集的事 就能给打灭魂钉 现在让人家按出来 卡一把捏碎了 哇 我想白鹿能被这么多人喜欢 反差感这一点 他绝对是拿捏的死死了 前一阵看到白鹿用脚勾裙摆的视频 是让人隔着屏幕都嘶哈嘶哈的承诺 可实际的白鹿炎 却和刚刚那个白鹿完全不沾边 可以说这一类的素材 是找个一夜甜一夜都找不完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可言可甜 最后控诉一下 长远近平范围 是真的有点过分啊 拿着谭太静和李素素的原生 却不给我们拍罗鱼锡和白鹿的脸 真的要被歉色 希望我永生之年能看到后续 我等你很久了 对不起 以后不会让你再等我了 你不许再骗我了 好 再也不骗你了 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 你知道吗 我们有女儿了 她叫阿蜜 女儿长得很像你 但她越来越调皮了 天天闯祸 没事 以后有我在 请不吝点赞 订性看到